喂 別吵了 不要吵了 你去哪區 馬灣 第二句也沒有 第三句也沒有 其實我初一個月 我簡直是 見到肉也不想吃 我希望每位客人進來 感受到我的心 即是用心去煮給你吃 還有感受到一些 家的感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十口十八 我是阿米 今天帶大家去一個地靈人熱的地方 馬灣 馬灣是一個小車小人的地方 因為馬灣是24小時限制車輛的區域 車輛包括私家車和旅遊巴士 如果沒有運輸處發出的禁區許可證 是不可以駛進來的 所以大家不妨進來馬灣 可以深深吸一口氣 是香港少有的清新空氣 在這個人煙稀少的地方 自然就適合一眾愛狗人士 今天和大家去馬灣 主要是找一位朋友仔 四嫂 四嫂是一個很有愛心的狗主 當中有不少狗狗都要打針吃藥 得到四嫂的悉心照顧 才得以開心過活 四嫂其實在狗狗界都相當出名 它的愛好就叫做英雄媽 因為四嫂曾經養到一隻狗叫做英雄 是一隻狗傲來的 不過英雄在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去了天堂了 英雄的一點一滴 就留下下一集四嫂親自否白 今集我們先去四嫂餐廳開餐 因為我收到風 四嫂除了對她的寵物負責任之外 對每一位來到四嫂冰食的系人 都很負責任 所有的出品都非常用心 盡量做到有家人的感覺 搞到我未吃已經很期待 好多食物 多謝英雄媽 英雄你最推介 豬扒 因為剛才我提到豬扒是人手特 首先試試它夠不夠軟 作為外觀協會主席的我 我覺得這個豬扒的樣子相當煞食 表面雖然很油 但其實是特製的蔥油 你幻想一下 咬下去其實是很軟 完全不會黏 超多汁 一咬下去是豬扒的油脂香 再加上特製的蔥油 蔥油豬扒果然是平民美食 那其實你開店和英雄有沒有 其實都有的 因為其實在2019年 當英雄離開後 自己開始就有少少抑鬱 和疫情 在家裏不斷煮食 煮食幫了我很多 因為可能焦點不太專注 去想自己的寵物來一輩 很不開心 即是分散一點 對 分散一點 直到家人 有很多家人的支持 不如你試試在馬灣開一間冰室 因為爸爸是開餐廳的 甚至我哥哥現在 在英國外爾蘭那邊也是廚師 那就是 激起心說就好 試試開一下 但為何選馬灣這個地方 因為我住在這裡 其實比市區小車一點 我自己以為是適合狗狗 適合狗狗當然 這個就是狗狗天堂 狗狗可以去沙灘 又可以去後山行 基本上是狗狗天堂 現在又愛上了煮食 狗狗又是我的生命中 挺重要的東西 我還有六隻狗 我都要對他們有一個承諾 他們每天都要去到街上玩 去散步 至於吃東西 我自己都比較有要求 我覺得你的菜 這道菜很有老套說的 家裡的感覺 家裡的感覺 因為我剛才吃的豬扒 是很軟的 親手剁出來的感覺 不同 你只要拿東西去醃 別人吃得出 你自己都要吃 我覺得最重要 吃下去的感覺 給別人的感覺是好吃 剛才我偷吃了雞扒 其實雞扒 豬扒和雞翼 都有蘿蔔 我自己試的時候 可能吃到三分二 有一點覺得漏 有一點漏油 因為始終你真的有油去攪拌 那我就想想 如果有酸酸的 可以中和 又沒有那麼漏的感覺 就一定要醃酸的蘿蔔 沒錯 這個蘿蔔真的幫助不少 尤其是雞扒本身的油脂 就比豬扒更多 雞皮帶出來的油脂 真的會吃到有一點油膩感 但是這個經過醃製的蘿蔔 真是神奈之筆 酸甜本身已經解油膩 再加上蘿蔔清甜的水分 不錯 四少爺 其實你煮的東西這麼好吃 你是不是有多年的餐廳經驗 沒有 對於一個 膽粗粗而去開 我只是覺得 想分享一下 即是分享一下美食給別人 我不敢說自己煮的東西 我希望每位客人 感受到我的心 即是用心去煮給你吃 而且感受到有些家的感覺 即是我不想好像很公式化的味道 所以你吃這些味道 可能有一點媽媽或婆婆 爺爺的味道出來 即是雞翼用很大量的薑汁 即是燒手去醃 即是馬上試一隻 你可以試一下 味道 很有薑汁味道 而且 本身自己是家庭主婦 特別喜歡煮食 一向都喜歡煮食 但你要花多少時間 因為其實陪家人的時間都少了 其實我當初沒有想過會這麼長時間 坦白說 所以我可能想著 可能頭幾個月花些時間去教 請多人教別人跟著我那套去做 然後我便可以抽一隻腳出來 繼續去放狗 但其實我相信現在都很難 尤其是我們馬灣 馬灣更加難 因為人們覺得 一聽到馬灣已經吸了我 我吸了 我被人吸了很多次 即是 喂 你是否找工作 然後他便問 你哪區 馬灣 第二句也沒有 第三句也沒有 我亦試過 其實在葵方 清衣乘車進來十分鐘 五分鐘而已 我們公司有車船津貼 我們會多付一千元的車船津貼 多嗎 再見 會是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真的圓 第一 他們會覺得很遠 還有飲食業 一向都是難請人 我剛才 我未來之前 我覺得是很遠的 馬灣有個彎字 即是好像荒島 我來的時候 其實十分鐘而已 十分鐘 其實在葵方 十分鐘過來了 現在我的時間差不多 我全天都給了它 好像早上九點幾 我就要下來舖 開始去設定 11點我就開舖 到晚上九點就關門 但是你關門 就不是關門 又要清潔 除了清潔之外 你的雞翼豬扒 雞腿 所有東西都是手工的東西 即是要醃 打薑 打蒜蓉 打蔥 即是下班我都要做 對 那你要有時間 或者下場 中途去休息 就要做這些東西 可能我回到家 就要差不多 11點 才回到家 11點 然後第二天有9點 對 所以有點 對狗好像有點抱歉 好像不夠時間陪伴他們 擔心她回去 忘記了她 不會 一會兒衝過來 一會兒 九倍 那我試一下你那個 招牌中的招牌 冷麵 這個就是臂製冷麵 臂製冷麵 臂製冷麵 其實就好像新加坡的 拌起一樣 一個爽口的麵底 上面有色彩繽紛的配料 和拌起不同的是 臂製冷麵用的是 日式胡麻醬 很惹味 我堅持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逐個煮 即是 可能有時候等 為何你畫一碗東西 要這麼久 因為我全部都是逐個煮 它除了胡麻味 它還有很輕微的辣椒 辣椒 辣椒 就是那些辣椒 對 一些青瓜 加上青瓜 很爽口 好 試一下雞腿 整隻吧 不如你 好啊 整隻 最喜歡吃雞腿 我先拿紙巾 整隻 是 吃雞腿的途中 剛剛有人經過我們拍攝的時候 他拿了一些蛋糕給你 是嗎 是呀 那個是粉絲嗎 不是粉絲 不敢說 就是街坊 10月3日開張到現在 都有些好 其實中途我真的很累 因為很坦白說 我真是二十年沒有做過事 是 當你一個這麼長的時間沒有做事 其實你突然間要一個女人 即是你不跟我一請朋友回來吃飯 煮一餐給你們吃完就算了 我是每天都要做 同一件事 其實我頭一個月 我簡直是 見到肉也不想吃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你未試過這麼長時間 對著火爐去做事 由早上11時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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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晚上10時 9時 還要站 所以很辛苦 但唯一很值得 就是客人回來 說四嫂你的食物真好吃 很用心去做 有些公公婆婆 就特意在另一個地方住 都坐車進來吃 帶些西餅進來給我吃 因為她知道我 可能經常煮食 煮得多不想吃 因為經常聽我說 我都不想吃 很累 他們就買西餅過來給我吃 都是一種 很甜 也挺有一個動力 挺嫩 挺熱 挺有一個動力 還能吃到豬潤嗎 你猜你 吃不到 四嫂 打算煮豬潤給你 下次煮給你吃 因為豬潤我們都用了很多時間去做 因為醃製的時間都要很長 起碼都要不停地去洗 煮汁半小時才能去到味道 難怪我之前自己煮粥呢 是不是要找一些酒 找一些醃製才可以 要找一些酒 還有一些生粉 去拿出醋味 難怪我自己煮粥也不行 因為那些味道很厲害 我就這樣扔下去 那你就不要自己煮 四嫂也會煮 阿米阿米 你還是不要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了 多謝四嫂今天的訪問 今天打擾了四嫂整天 我們下一集 繼續打擾四嫂 問一下四嫂 關於他以前養狀傲的英雄事跡 記得訂閱十口十八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coordination 龐曽 砂